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 报告中推算 2010至2040年间 如果每年能将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降低1% 其产生的经济价值相当于2010年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68% 或多达10.7万亿美元 那我们国家造成这么多慢性病的问题 最初是我们的经济生产总值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国民的健康素养太低 三次全国调查 我们在国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水平 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 可千万别演变成了 好像我活了85 70就成了病养 75就常年跟医院打交道 您承受不了 孩子承受不了 社会也承受不了 所以储蓄健康 要别储蓄前面 嗨 爱家人 爱健康 欢迎来到家庭健康管理威客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做三明治人群 不是爱吃三明治的人啊 而是指40至60岁 上有老 下有小 家庭是三明治结构的中年人群 尽管这时候家庭收入稳步上升 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但家庭开支也比较大 身体状况步入转折期 风险承受能力开始下降 很多家庭啊 都有一个基本意识 家里都有一个人管钱 保证家庭的财务健康 可是 有没有一个懂得营养与健康的人 站出来负责管理全家人的饮食与健康呢 身为三明治的我们 可能面临着体质变差 失眠 焦虑 脱发 肤色暗沉 越来越显老 更麻烦的是 自己的健康问题还没解决 家人的营养健康 却又困扰着你 爸妈上了年纪 慢性疾病缠身 怎么吃才健康 孩子正长饿 吃什么能真正补充营养 这比做个一日三餐要求更高 不仅是不让家人饿着 还得通过营养学储备 有针对性的解决家人每阶段的身体问题 前段时间啊 我身边的一位准妈妈向我诉苦 说第一次当妈 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 在孩子的健康上更是抓瞎 孩子起疹子马上去医院 孩子吐奶立刻百度 十分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是学医的 其实啊 学点健康营养的知识比学医更实用 日本家庭为什么孩子们的抵抗力普遍更高 全家也更长寿 其中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有人来管理整个家庭的健康 很多妈妈怕孩子营养摄入不够科学 就会去考营养师资格证 在日本大约有200所营养师培训学校 每年有将近2万人获得营养师资格 其中超过60%是女性 我曾经在印识上被一位去会优雅的日本主妇妈妈签粉 他们家的一日三餐啊 不仅便宜而且还营养精致 每顿饭都会考虑到膳食营养的搭配 既能考虑到孩子成长的营养所需 也会考虑到丈夫加班干活的体力脑力补充 自己的美副营养也不落下 看起来就像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曾经说 文盲已经降到10%以下了 可是营养盲却还有90% 这不是危言耸听 健康素养有三方面 第一 基本健康的知识和能力 你了解多少 我们国家统计在20%左右 第二 行动 知道并且能做的人只有10% 第三 这些行为素养的基本技能养成 也就是说我懂得知识 还得养成持之以恒的生活习惯 这样的人就更少了 而生活习惯大多是家庭习惯养成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家庭健康管理员 站出来做表率 那一家人都会慢慢被你影响和改变 2020年因为疫情 大家都知道了免疫力和健康的重要 所以我报名了营养健康顾问考试 从一本本专业书 一堂堂专业课 到一次次选购食材 一顿顿变着花样的饮食搭配 我从一个吃货 蜕变成了吃惊 孩子的零食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超爱吃的薯片 糖果 蛋糕 瓶装饮料 被我的麦片烤鸡翅 水果蛋白饮 DHA软糖小点心所代替 说实话 那段时间 他应该挺烦我的 但后来 考试成绩提高了 体能课平优了 一年长高八厘米了 基于这些原因 他自己比我还开心呢 我老公呢 平时爱和朋友在外面吃吃喝喝 我每次都叮嘱他 吃火锅 先吃菜 后吃肉 海鲜 不能配啤酒 不喝火锅汤等等 家里的食物 变成了花样馒头 杂粮米饭 清蒸鱼 白超大虾 香鸡牛肉 炖鸡腿等等 少油少盐 多蒸煮的原汁原味食物 在我的高压之下 他的将军度变小了 工作效率提高了 多年的便利变得正常了 睡觉不再失眠了 身体好 精神爽 他不得不竖起了大拇指 老婆 你这个家庭健康监督员 做得很到位啊 得 我还成监督员了 明明是健康投资人 天使投资人嘛 你们说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做好家庭健康管理 会发生什么呢 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吧 2002年 咱们国家只有2000万的糖尿病患者 而到2018年 就变成1.14亿 国外媒体在报道时用了激增这个词 这个速度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在我们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GDP全球第二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的背后 实际上我们医疗开支的增长速度 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折算到很多家庭 你会发现 他们最近几年收入没什么增长 但是医疗开支却在不断地增长 所以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并回到解放前 如果说 咱们能够有一个人带领家人做好健康管理 既是为自己蓄能 更是为全家储蓄 因为守住家人的健康 就是守住了财富源泉 为什么呢 你看啊 王小辈说 做好儿童的健康管理 能够奠定他一生健康的基础 都说三岁看老 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从小就补充所需的营养素 对未来的健康有益 我女儿班上有一个同学 才十岁就查出了二型糖尿病 而且她查出糖尿病之前 体重高达160斤 后来知道这孩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第一 父母啊 经常带他下馆子 认为这是生活水平高的表现 但实际上啊 外面的饭菜 之所以吸引我们 只不过是因为油多 盐多 调味料多 口味更重罢了 第二 经常逛超市 宝贝 想吃什么喝什么 随便拿 这背后的前台词 就是咱家不差钱 所以这个孩子啊 从小是吃着五颜六色的零食 喝着可乐雪碧 这样的甜饮料长大的 以至于在他八九岁的时候 如果妈妈给他喝一杯白开水 他会说 妈妈 这个好难喝呀 当听到关于这个孩子的点点滴滴以后 我突然觉得 咱们老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起跑线是什么呢 是各种眼花缭乱的兴趣斑吗 还是有一个好身体好心态 让他未来有体力有耐力迈过去人生的坎呢 所以啊 咱们望子成龙叛女成凤的心愿 必须建立在孩子健康的基础之上 是不是啊 对于父母来说 健康是晚年幸福的基石 如果你不了解营养 你就不会知道 相当大比例的高龄老人 直接或间接的死因 是营养不良 由于牙口不利 吞咽功能下降 消化吸收的功能减退 味觉逐步迟钝 进食量开始下降 有的高龄老人进食量 只能达到年轻时的20%至30% 然而老年人总能量消耗 相比年轻时 只下降了大约10%到15% 所以实际上 每天都处于进食不足的饥饿状态 如果你不了解营养 你就不会知道 糖尿病人怎么吃 心血管病史适合什么环境 大病初遇 怎么加快康复 如果没有家庭健康管理员 辛苦劳碌了一辈子 熬到退休的父母 谈何从容的老去 谈何晚年幸福 对于咱们 夹在这个三明治中间的自己来说 人到中年两头忙 拼命工作的同时 还要赡养老人 照顾下一代 往往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 糊里糊涂 似乎每天都要对自己打一针鸡血 站直了 别趴下 可实际上 猝死 抑郁 让多少事业有成的中年人 防不胜防 很多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 癌症 慢性呼吸道疾病等 虽多见于老年 但始发于中年 为什么不把健康交给自己 在有限的经历中 活得更有品质呢 上宫治胃病 中宫治育病 下宫治乙病 你会为自己和家人 做出怎样的选择 是做上宫 改变生活模式 将疾病防患于未然 还是 是研习不良生活习惯 等待发病后 再去亡羊补牢 是选择安全有效的 营养条理方案 还是心甘情愿地 接受有副作用的 处方药物或者手术 是选择高标准 有品质保证的营养素 还是贪便宜 使用安慰剂 在我们为家人 做出决定前 一定慎重选择 因为健康 就是一种选择和责任 其实 正因为我们每个人 我们心中都存有爱 对父母 对儿女 对爱人 对自己 如果真的能够走出来 了解营养学 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能真正享受健康 更好地传递爱 你们说是吗